哈喽各位花瓶瓶色的兄弟们 千万不要走开 本期内容有一个超级大的彩蛋 后面正在锻炼的是残欧冠军王家超 我刚才跟他聊了一下 他使用Apple Watch训练的一个经历 但是在我们聊的期间 苹果的库克老师突然寄来了 我们现在就去问问家超 刚才库克跟他聊了些什么 同时我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也拦住了库克问了一个问题 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往后看 哈喽各位花瓶瓶瓶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花瓶瓶瓶 然后坐到我身边的 就是残欧会冠军家超老师 王家超以游泳运动员身份 参加雅典北京伦敦三届残欧会 收获一金四银一铜 15年从游泳队退役 并开始接触铁人三项 在东京残欧会铁人三项 PTS4级竞赛中排名第四 刚才家超老师也是见到了 Tim Cook 您原来知道Tim Cook 然后这次见到真人什么感受 当然了 我那么有名的人 以及那么有影响力的人 是知道 但是见到真人会跟在屏幕当中 是完全不一样的 您跟库克都聊了些什么 然后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一来就问我 我们知道你在备战奥运会是吗 然后我就说yes 我还在备战巴黎 如果巴黎2024年 明年的巴黎能够成功的话 那么将会是我的第五届残奥会 哦厉害厉害 然后Cook就说 oh wow amazing it's amazing 然后我就说我从很小 Athens的时候 雅典的时候就已经在参加奥运会了 然后我以前是个游泳运动员 并且我也获得一金四银和一同的成绩 接着下面然后我就跟他介绍 我以前是游泳运动员 我了解到铁人三项之后 我就非常想去挑战这个项目 然后我也告诉他 他们国家现在依然就我一个残疾铁人三项运动员 是这样的 我知道就是说铁人三项平时训练就是很辛苦 那就是说比如咱们今天也是主题关于这个Apple Watch Apple Watch在您日常的训练中起到了什么样的帮助 Apple Watch的话我觉得在我的训练当中就是实时监控 现在因为跑步游泳骑行瑜伽冥想等等很多这些运动模式 他都可以监测以及能够告诉我 我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心率 能够帮助到我只有一只手去操控的 还有它里面的辅助功能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效果的 除了训练以外还有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 对因为训练仅仅只是占我生活的一小点点时间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会一直带着它 包括监控我的睡眠 监控我的心率 以及帮助我辅助很多 比如说做家务做饭倒计时 那比如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Apple Watch 一开始选择它 您肯定也没有体验过这个靠什么吸引过来 我使用的是Apple Watch Ultra已经半年多了 苹果的设备我反正很早以前就有 很早很早 我的最早的是iPhone 4 现在都已经14了 比如您刚才我比较感兴趣一个 您刚才说的就是日常帮助您 还说到了那个冥想的功能 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像您是专业的运动员 我们普通人就是拿到Apple Watch之后 就是会刷圈 会看卡路里 会运动监测 但是就不知道这个冥想 所谓这个正面训练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对于好多人来说 包括我自己也在体会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每个人的体会 你体会是什么 就会获得什么 可能冥想当中的一部分是提高感知度的 可以感知到身 对 可以感知到身体的变化 感知到身体的疲劳指数 感知到身体的 比如说情绪是一个 我很开心 愤怒 很生气 我很焦虑等等的 那除了这些以外 其实还可以去感知身体的一些 比如说心率很低 心率很高 很热 很冷 很烫 以及很不舒服 很舒服 等等这样的 所以我认为冥想 其中的一个功能 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本体感受 然后去更多的去照顾我们的身体 能够让我抛起一些杂念 然后能够让我去思考当下 所以我要做的 或者是去扫描我的身体 是什么感觉 我累不累 然后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您肯定经常使用这个iBoss的辅助功能 那我想问一下 在您的使用当中 能跟我们分享一个最深刻的经历吗 就是说用了这个功能 真的给我跟之前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有改变的 最深刻的经历就是我骑着车 我不好去操控手表 对吧 配Siri开始骑行 那用语音就很快的就进行 然后它就会倒数三秒开始骑行 然后等你结束的时候 你就配Siri停止骑行 然后它就停止了 给你一个报告 您刚才演示了 就是iBoss辅助功能是通过这种单手的肌肉运动 来控制它的表上面光标的一个变化 肯定也不是说一开始就会手势 那从一开始学习操作iBoss 到最后去流畅使用这个辅助功能手势 大概过多久 两天吧 这么快就是手势 两天因为你很简单 握拳两下握拳一下和捏两下和捏一下 就四个就能给控制整个App Watch 对对对 有很多时候比如说下雨啊 有雨有水在屏幕上面 那不好触控 就用这个是很方便 OK 您现在是说用App Watch 我可以理解为App Watch 就参与到您的训练和生活能 生活两部分 对 那您现在比如用这App Watch拗出来 跟我们屏幕前的这些 通然你看我这个就是身材不是很好 就是说您作为一个专业 在平时老App Watch训练什么 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用这个App Watch 才能更好帮助自己保持这个健康 健康它是包含在我们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建议大家 就像我今天问Cook的一个问题 说What is your favorite picture of the Apple Watch 他说hiking那个徒步 以及去走路 Tim是hiking 那大家就walking吧 对 walking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比较低心率里面 去得到一个更加有氧的训练 真的 能够让我们既燃烧了能量 然后又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区间去运动 那么这个区间不会让很多人觉得好疲劳好累 那么这个就是可以维持住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状况 比如手表我们监测心率 心率大概在哪个区间对于普通人来讲会有帮助一些 区间1和区间2 区间1和区间2 对对 区间1是热身 区间2是脂肪蓝胀 等于到那个Apple Watch提示的那个区间2 就是已经能帮我们去练治 对对对 然后我再提最后就有问题 因为您上次参加残后会的点人三项是第4名 我知道您现在在备战下一届的这个巴黎的残后 您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什么目标 我觉得第一个目标是能够真的成功去到巴黎 然后至于是获得什么名次 因为就是过去和未来是不确定性的 但是我希望在之前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 更上一个 对 现在已经非常享受在这上面 争取在上领奖台 但我觉得无论能不能上 我认为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不但让我觉得有事可做 有目标 以及不断的去push自己去努力的一个过程就很重要 然后那么如果还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那当然是尽上天花 明白 那我也希望代表平衡前告白 以及我个人认为希望就是佳绍老师在后面的残后会中一定会有很棒的东西 那我们直接跟观众白告白 好 拜拜 刚才是不是库克也跟你交流了 没错 黄安评测也抓住机会问了库克老师一个问题 要知道我们的看见栏目一直在做科技无障碍 iPhone在每年的表现也是稳定榜一 所以希望库克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iPhone为什么花这么多精力去做这个事情 以及有没有哪个功能是受真实用户启发而来呢 库克老师的原话是 iPhone非常看重辅助功能 因为它一直是iPhone价值观的一部分 同时我们相信科技与技术应该普惠所有人 所以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会考虑到视障听障或行动障碍等人士的需求 希望所有人都能有平等使用科技技术的权利 所以我们非常贴近我们的社区 我们一直从视障听障或者行动障碍人士那里 听取他们的反馈 去年推出的门检测功能 就是直接从用户反馈中获得的灵感 这对普通用户来讲可能只是一个有趣的功能 因为大家可以直接看到并知道这里有一扇门 但当你看不到是 这个门是需要推开还是拉开 或者它是一个有形状的把手的门 这些对于一个视障人士都是很复杂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手势控制 你可以通过Siri来实现 这些功能有些可能一开始受启发于某些需求 但最终发现是所有人都可能会用到 皇家评测觉得能让肢体障碍的朋友 熟练使用触控屏Apple Watch 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Apple也通过在无障碍领域的坚持 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而且Apple也一直在聆听障碍群体的反馈 不断的完善功能 对于大多数人都在谈论的多元与包容 科技为所有人等命题 Apple都在用产品体验给出最优的答案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辛苦点赞支持 我是硕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